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规模挖掘的三星堆文物 已经陆续发表了重大成果 9月份又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 举行了考古成果发表会 先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器我们来看到 像这个造型相当特别的青铜器的面具 高72公分是目前出土面具当中最大的一件 或者是这个纵木人面具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所以人们就俗称为千里眼顺风儿 像这样的大发现震动了全球考古界 也因此掀起了一波三星堆热 像是东部大陆先前十一长假当中 三星堆博物馆就成为了热门的景区 门票秒杀不说 人潮还多到必须要限了管制 其实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 对于三星堆文物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仍然有太多的谜团未能破解 甚至有人认为是不是跟外星人有关系呢 而且三月份所公布的三星堆文物当中 有一个当时用来装水的桃猪 您看会不会觉得很面熟 是不是长得很像愤怒鸟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呢 十分有趣 我们先看报道 呆滞的圆眼 明显的猪鼻子 麦蒙的微笑 这是刚从四川出土的古文明 被发现好像他 一出土重见天日 就引起中国大陆网民关注 壮脸经典手游愤怒鸟的绿色小猪 准三千多年前的桃猪在当时有何功能 它是减鸩巨鸩的 我还有个水汽 我引起了那个汽油 因为它上面有出水口 爆红的桃猪不是绿色愤怒小猪穿越来着 还有陶三族吹气 很像现代的火锅 金面同人头像 有点像是现在的黄金面膜 甚至咸蛋超人都出现了 中国大陆这回 三千堆考古挖出很多 校长时代的古属文明 下面这个呢 就非常像那个鸟的那个尾巴 尾鱼 非常的明显 上面有这种尾鱼的特征 然后这个孔洞 对 有点像这个孔雀呀 或者是凤凰的那种尾巴 鸟形金饰片做工精美 还挖出一具重量超过500克 剩下半张脸的黄金面具 这也是迄今为止 我国早期文明当中 发现的最大的金面具 三千多年前 长江文明的古物出土 让现代人有机会 一窥古代人的生活品味 三星堆一直都是热门话题 尤其被讨论最多的就是 到底跟外星人有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有人就言之作作的说 你看这个就是纵墓人的后代 长得是不是很像呢 我们稍后来讨论一下 到底科学家是怎么看的 其实不止三星堆 远在中南美洲的玛雅文明 也一直都被认为 跟外星人有关 为什么呢 以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 在玛雅的金字塔 有出土的一个国王棺木上头 浮雕居然很像是太空舱吗 好 我马上来请教一下专家 第一位介绍是艺术史学者 邱建一 邱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 世界遗产资深导游 马基康 马老师 康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就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三星堆文化呢 先来看这一张地图 这个是四川地区 很有名的这些文化遗址 那我们看到三星堆遗址 是位于广汉地区 这其实也是属于 成都平原的一部分 竟然被相提并论了 就是比较位于这边的 上方所指的这个叫做金沙遗址了 但为什么会叫三星堆 主要是当地的地形 有三个土堆 所以当地人称之为三星半月 那么这个遗址年代 大约是中原夏商周时期 也就是公元前2800年到 公元前1100年左右 至于出土的这个顺序时间 早在1929年的时候 那里有一个农村 有一家人叫做燕家 他们姓燕 那么因为水车没水 就开始深挖这个水车下面的土 结果挖着挖着 居然挖出了300多件的宝贝 那么到1986年的时候 也是一样 有农民工因为要帮专场取土 所以也出土了大批的玉体 还有青铜器等等 之后就展开了大规模的挖掘 好 马上来请教一下马老师 我们刚刚提到 有两个在四川的遗址 经常被相提评论 一个就是三星堆 一个就是金沙遗址 这两个好像目前都在深移当中了 对不对 它的重要性究竟何在 是不是请您先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以前我们都讲 中国文化的一个起源 其实来自于中原地区 黄河流域 以前我们看到的这种 所谓的西南地区 包括我们讲的四川盆地 基本上都是属于偏远地带 在以前好像是没有什么文化的 可是我们看到的三星堆 文化的一个出土 三星堆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为什么叫三星 神话传说其实据说是玉皇大帝 在天上的马木河 撒下了三堆土 其实落到人间 就形成我们看到三个土堆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当然在以前我们叫做天府之国的 属地这个地方 出现了叫古属国 也就是我们讲的三星堆文化 更重要刚刚提到的 我们讲的三星堆出土的 叫做纵墓人 很多人奇形怪状 好像外星人的这个感觉 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 有人说因为属地 也就是我们讲说四川这个地方 因为缺点 所以各位知道缺点会造成什么 甲状腺肿大 所以眼睛会特别的突出 更重要的 这其实也影响到了中原商代 因为我们看到同一个时期 中原文化是夏商周文明 商代最重要的叫甲骨文 甲骨文当中的属这个字 你可以看到具体而为的呈现 因为属上面就是一个木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纵木人那个感觉 那属的原意是什么 叫你小心所谓的虫蛇 因为从中原的观点来看 当时四川 还有包括中国西南地方 是什么 藏力之气 虫蛇鸟兽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属的意思由此而来 不过刚刚马老师已经讲到 每次出土如果这个文明很精致 尤其是这个制作的技术 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么优越的年代 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东西 不可能不可能的时候 就会说一定是有外星人 所以三星堆也不例外 这一堆文明为什么会被这样子讲 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那张照片了吗 那么第一个就是 因为造型比较夸张 刚刚马老师已经讲了纵木人 不过很多人会说 怎么那么远的年代 就有望远镜之类的吗 还有就是真的有人是怀疑说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后代 纵木人后代 那么这位是王守一老先生 对不对 他是住在四川建阁县的 不过王守一老先生 好像说已经在2020年的时候过世了 但是科学家还真的 去采集他跟儿子的DNA的样本 来做比对跟研究 有关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邱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 王守一住在四川没有错 他的长相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可以看到看来真的是挺像的 跟那个你看那个脸的样子 好像就从三星堆里面走出来 而且那个比例对不对 感觉是量身定做的 这个面具感觉起来 就像是特别为他的脸量身打造的 我们可以有这种感觉 但是后来对这个王守一的这个DNA检测 事实上后来也对他儿子的DNA做了检测 一开始的时候是当地人怀疑说 是不是你就是当地人的后代 那后来这个检测的话 他的这个结果发表之后 很多的人类学家对这是很质疑的 为什么 第一个 王守一他们的家族的 这一个祖先的这个来源 事实上并不是四川 这是第一个重点 而第二个重点是 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三星堆 当地挖出来的骨骸 可以做DNA的这个对比 所以你所谓的对王守一老先生的 这个DNA检测 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上的意义的 那为什么会一直有这种说法出现 这种所谓的外星人说法出现呢 因为其实三星堆文化的话 它最早最早大概上推到 大概距离现在四千年多一点这样子的 就是距离现在四千年再多一点点 那如果说所谓的有外星文化 一定要跟三千堆做连结的话 其实很多人会抗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以整个中原地区的文明来看的话 三千堆文明算是小老弟了 因为在它之前 其实还有更古老的文明存在 比如说像在黄油流域的这个 养勺 齐家 马家瑶文化 都比三千堆还要再多个两千年出来 所以如果说外星人要来的话 为什么不去找别人 要来找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的 其实三千堆之所以 为什么会这么有特色 在于它很多的面具 刚刚两位老师都已经提到了 那除了我们现在手上看到的 这个就是众木人的面具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这个是书签 这是我们同事到三千堆旅游的时候 带回来的纪念品 那么事实上在九月份的时候 三星堆考古人员又公布了一件 非常完整的黄金面具 那就更有特色 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个修复的过程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在最新 其实当里面发掘出土的时候 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 那此前是一个什么样子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怎么样修复到现在的 在坑里的时候 它的这个就是被碾压 被挤压或者折皱的状态 非常严重 那么附着了很多的这个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鼻孔里面 它的这个土的这个附着 特别亮大 很那个结实 对 然后我们要把它 对 鼻腔内要把它清理出来 然后表面的一些 我们了解它的这个腐蚀的话 要把土给取些样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会要对它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土要清理干净 把它的褶皱 所有的痕迹都露出来 然后对它进行较形 这个褶皱也很关键是吧 当然 因为它可能会 这个牵扯到有文饰 不能破坏 那么进行这个绞型的呢 是我们一位非常有文物 这个金银文物修复经验的 也有十几年这个 就是金银制作经验的 这个高级工艺师 对 这些在展开 它在展开 对 而且它很注意 把这个已有的文饰 不要破坏掉 能够恢复它原来的形貌 通过前一段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之后 这个金面具的轮廓 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我们现在也把它对 跟这个前面一二期的 进行一个比对 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它的这个艺术这个风格 是非常接近这个一期的 包括它这种宽鼻 阔嘴 然后它菱形的这种眼眶 正好跟青铜的这个栗目 都能够相匹配 包括它的耳朵 是老百姓老说 千里眼顺风耳 感觉它这个耳朵 非常能够听到远方的声音 对 很遥远的 所以就整个的这个风格来说 我觉得是很接近他们这一 厚度我们测量了一下 那么原来的这个一期的厚度 基本在0.1个毫米的 这样一个厚度上 到了它是 最薄的地方是0.2 那么它鼻腔最厚的地方 大概在0.4左右了 三了一倍 三了一倍 对 所以体量大 而且我们直观感受的话 看着真的是金灿灿的 像我们刚刚广泉说的 是bling bling的 那这么样的一个成色的话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 跟我们原来的成色 感觉看着不一样 究竟有什么差别吗 从成色上来讲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 对比的这种分析 那么原来这个一期的这些的 这个成色金银配比 和它是几乎一致的 都是金在85%左右 银在13%到14%左右 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质 所以从成分上 它是没有太大差异的 至于你说到这种 bling bling的光彩 这种金光灿灿的感觉 那么在金银的加工当中 它应该是最后的一道 抛光做得比较好 就是表面的抛光 3000多年前 就已经有这种技术了 对的 对的 没有问题 就是3000多年前的 这个金银工匠们 已经非常熟练地 掌握了锤烟和抛光的技术 我们从刚刚的直播影片 可以清楚看到出土的黄金面具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马老师 大家有一个疑问说 那么久以前就有炼金术了吗 对 其实我们看到的三星堆文化 事实上它是一个统称 就如同刚刚邱老师提到的 在西元前2600年三星堆文化 目前我们把它分为四个时期 所谓的宝堆文化 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叫三星堆文化 第四个时期距离现在比较近 叫十二桥文化 也是目前刚刚主持人 一开始提到的 中国大陆想要把三星堆 跟所谓的金沙遗址 共同来升移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的黄金面具 事实上它是出现在 第三跟第四时期 也就是距今大概是 西元前1300年到1400年左右 我们都知道金这个东西 非常的特殊 因为它除了代表贵重之外 代表身份之外 其实它有一定的延展性 所以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 你都可以看到 以黄金来打造面具 因为以前的人 不像我们现在很方便 有LINE 随时随地可以自拍照 所以它其实某种程度 可能是尊贵 甚至包括可能是神明的 一个象征 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 看到的这样子一个黄金面具 事实上也可以印证 同一个时期在中原 我们看到商代 已经有所谓的黄金的一个打造 可是三星堆 这个黄金面具的出土 也更印证其实在中国这块地方 早在商朝之前 其实对于黄金的一个使用 以及冶炼的一个方式 早就已经掌握一定的一个工艺技术 是 不过据说三星堆 连出土的这个土都大有学问 我们继续来看一段影片 我们看这个本口的方针上面 是一个兽手 兽手 对 它的主体的腹部纹是 我们说叫陶铁纹 然后呢 这个两个是兽手 上面这是小鸟 对 有几个对称的鸟 这还有一只在左下 对 这种对称的鸟 这种装饰是长江流域的特点 在中国北方地区很罕见 但是在长江中游 下游 包括这个三星堆一只 原来发现的十几件尊当中 有八件是有这种利鸟的装饰 看到这些纹饰非常的细致 对 这个也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猫头鹰的形象 是吧 肖 肖尊 左边一个号 右边一个鸟 肖 猫头鹰 对 这个在上代的清晨期当中常见 在殷序的富豪墓章中出入两件 这个猫头鹰的形状 我们叫肖尊 所以它是一个 但是为什么是猫头鹰 有各种各样的推测 总之它是一个非常 这些动物它应该是当时 都有神性的动物 它还不一定是日常生活的 比如说陶铁都不是日常存在的 你看这个就比较形象 一个尖尖的嘴 这个大大的眼睛 有比较形象的 又比较抽象的符号 对 汇集在一起 就形成了这样的 清通气的一种凝丽的美 这是可以看到的 方口尊 方口尊的口部 一开始发现的 只是上入那一条 那一条直线 那么还不能确定 它是个容器 但慢慢发掘 就发现 它肯定是一个方口的容器 然后我们也很惊醒 因为这种方口的 这种容器 在之前的发行堆 也是发现非常少的 方尊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挖掘出来的土 听说都要收集起来 对 都要按位置 分析 那是在保留起来以后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土当中含量 比如说含了包粉的情况 可以看到当时的植物 然后甚至是有淀粉颗粒 然后如果有埋有动物和人 它那个脂肪酸残留的 会比较多 这个三号坑 真的被称之为聚宝盆 里头出土了好多东西 比如说青铜器 然后影片当中也提到了 科有像是饕铁图案 或者是销形 销就是猫头鹰图案 对不对 这些神秘的铜器 青铜器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还有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这个土壤也有关系 那主要是因为 只发现的都是祭祀坑 没有居住坑 也没有在埃及常常听到的 这个所谓的墓葬坑 对不对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关于三清堆 这个地方来口鼓挖掘 到现在为止 我们找到的那些文物 都来自于八个祭祀坑 那这个祭祀坑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在古代人 他们在祭拜之后 把他们那些祭器 把放到坑里面去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青铜器 大部分都是他们祭拜的时候 之后所留下来的东西 那问题出到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三千堆遗址 有这么精美的文物 但是我们却没有找到任何的 有关于居住遗迹 或是墓葬遗迹之类的东西 那最近有一个比较 这个完美的解答来解释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三千堆遗址的话 只挖到祭祀坑的原因 是因为土壤的关系 因为在成都当地这个这样的平原 基本上是冲击土 而且它是从这个 以前它这个古代湖泊 从古代湖泊里面升上来的 所以说在土壤里面 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在里面 酸性物质 而这个土我们一般称为酸性土 酸性土有个特征 所有的有机物质 埋到酸性土里面去以后 很快的 像是遗体会烂掉的东西 它吃的食物残渣 各式各样的东西 衣服 它很快就会烂光了 那也因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其实你看 即便在三千堆这个地方 又找到象牙 象牙基本上应该会烂 那因为象牙很粗一根 所以后来从土壤挖出来以后 你们注意到说 现在三千堆博物馆 在整象牙的时候 除了几根它放的样本之外 大部分的象牙 是放在泡在药水里面的 是因为它已经 它的结构本身 都已经被土壤给破坏掉了 所以其实三千堆的最大的遗憾 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是祭祀坑 但是一些有机物质的部分 看不到 另外的话 刚刚马老师有提到 黄金这个问题 说到黄金的话 当然三千堆很多金面具 金的东西很多 但是黄金就因为怎么来的 我们最近大概知道 那个时候的人怎么提炼黄金 他用的是羊毛 用羊毛 整只羊把皮剥掉以后 如果那个羊毛就是留着 然后放到水里面去 把含着金砂的土壤 或是沙金之类的 倒到羊毛上面去 掏金 那个水流冲过之后的话 因为砂石比较轻 所以那个水 就会把上面的砂石给带走 然后剩下的那个金砂的部分的话 就会留在那个羊毛的底层 那个地方 最后再把整件羊毛拿出来以后 就可以找到那个黄金这个部分 真是太厉害了 对 那么请教一下马老师 有没有其他的世界遗产 也是跟三星堆文化一样 就是只有祭祀坑 然后看不到居住坑 或者是其他的居住遗迹 其实像刚刚邱老师提到的 因为属这一个地方 就是四川盆地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地质的关系 酸性土比较多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走访世界很多的世界遗产 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什么 我们讲跟宗教 或是跟祭祀相关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在以前神权的时代 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 神权 军权到现在的名权 现在不会有一个人 无缘无故去盖什么金字塔 来保障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功劳 可是在早期 你会发现 国王就是神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其实生应在一般人的老海当中 所以当然呈现出来的 你会发现大型的建筑物 包括宗教的 祭祀的 基本上都是用石头盖的 以我们去这个中南半岛吴歌窟 世界七大吉井 世界遗产的这个来看 其实大吴歌据说以前有100万人 很多人说100万人到底人到哪里去了 一夕之间全部消失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 所谓以前的神殿跟神庙 因为它是石头盖的 今天来到中南半岛这个地方 看到当地人 其实可能住的方式就跟以前人差不多 甘然市的住宅可能就是高脚屋 那这个东西要在这个时间 岁月长久过程当中保存下来 事实上也不太容易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人文明的演变 宗教方式的一个演变 事实上也跟我们今天看到 能够保存下来的物件 其实有很大的关联性 是 好 懂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谈到的就是 另外一个也常常被议论说 是不是跟外星人有关的文明 那就是玛雅文明 我们的节目曾经为您深度介绍过 不过稍待会要来聊的就是 到底玛雅文明当中 有没有藏着所谓的外星线索呢 马上回来 这段节目我们就要转到中南美洲 大家都知道有三大古文明 而其中玛雅文化是历史最悠久的 先前T1点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 不过有关于玛雅文明的诸多神秘疑点 至今也是没有解答 比如说2021年5月份考古学家又在墨西哥的洞穴当中 发现有上百个红黑色的手印 专家判断说这是玛雅人的成年仪式所留下来的 不过真正的答案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另外一个谜团则是科学家曾经在墨西哥东部尤加敦半岛 有一处度假圣地的沙滩底下 发现了神秘洞穴 范围非常之大 而且里头发现有大量人跟动物的遗骸 听说这个洞穴就是玛雅人传说当中 通往阴间的通道 我们先看报道 浅进幽暗的水底洞穴 这里有全新的未知世界 等待人类探索 地点在墨西哥东岸 一个海边度假圣地 在这一片海滩下 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底洞穴 这个专家调查小组已经在这里工作整整一年 他们初步考察 这些洞穴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潜水和考古人员 陆陆陆续续在洞穴里头找到了人骨以及动物骨骸 和一些陶穴的碎片 这两个相连的洞穴 一个叫白色洞穴 另一个是双眼洞穴 因为范围太大 水底的状况不明 整个工作过程非常艰辛 甚至有一次某个女性组员还差点送了命 尽管危险又辛苦 但工作人员都希望借着探索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水底洞穴 来揭开古玛雅文明的神秘面纱 游家敦半岛 遍布巨大的玛雅遗迹 而玛雅人居住的城市 地底下也都是水洞状的洞穴 有人又称为溶洞 部分的洞穴对玛雅人具有特别的宗教意义 他们认为洞穴的水道可以连接到神秘的地下世界 水道也象征了生与死的循环和诞生 当地的人认为亡灵会通过这条水道前往阴间 这也是玛雅人的阴间之路 刚刚提到世界最大的水底洞穴在哪里 其实是一个度假圣地 是在墨西哥海滩的图鲁姆这个地方 本来是有两个洞穴 这两个洞穴本来就被发现了 但后来进一步才知道说 原来两个洞穴是互相通联的 而且这个距离差不多是台北到高雄 也就是347公里 像这样子的水底洞穴 其实先前探索频道 也就是Discovery 他们曾经深入玛雅遗址 一个叫做圣游恩天然景的地方 也找到了大量的遗骸 除了非常特殊的宗教意义之外 其实还有助于解开这个 昌盛了长达3000年 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建筑技术 相当高超的玛雅文明 但是为什么一世之间就消失呢 马老师 据说玛雅文明 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 它还有不同部落的一个 互相的一个斗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发现有人说 最早的生物战 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 因为考古专家在这个地方 发现了大量的遗骸 这些遗骸很多人说 是以前的活人献祭吗 其实根据他们外伤 还有包括一些所谓的香验结果 发现他们身上并没有外伤 所以有人推断 其实是当年什么 把这个人丢下去 来污染这个水源 而产生我们讲说 最早的生物战 在当地有另外一个说法讲说 他们曾经目睹过 这个有羽蛇神 从这个地下水井里面 这个突然间现身 那说到这个羽蛇神 是个什么样的神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应该是天神 但是他似乎又跟 在地下的那只巨蛇 又做个联系 而羽蛇 我们在这一个 国民爱人他们叫库库尔坎 库库尔坎 他是人类的生命的创造之神 那也是战士的守护神 水对于马亚人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水的话 就明明要不怕 当地是没有河流的 所以这个水源跟羽蛇 跟生命 跟生命的来源 这几件事情 你串联在一起就会发现 其实对于古马亚人来说的话 所谓的地下水井 地下水源天然井 不管你怎么形容它 对他们讲的话 都是属于一种生命的开始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马亚文明 我为什么一直认为说 跟这个外星人有关 其实就在于他们的数学成就 还有很多的艺术成就 真的现代人看起来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说他们测算地球年 是365.2420天 现在测算是365.2422天 也就是说它的误差 仅仅只有0.0002天 5000年来误差只有一天 那么今年的部分 他们测算是524天 跟现在测算50年内也只差了7秒钟 这才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不是外星人 还有别的原因吗 因为觉得说不可思议 好 再来就是我们来看到 有一个马亚古城叫做帕伦克 它的悲鸣金字塔 那我们先讲一下帕伦克好了 它一直有所谓的美洲雅典之称 那这个金字塔里面 有一个国王的石棺 出土之后 然后就发觉上面的浮雕 奇怪 怎么长得很像一个太空站呢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1949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墨西哥考古队 到这个地方做这个考察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这一座叫悲鸣金字塔的 这个地基的下面的地方 有点坏掉 而且看起来那个石头 好像快翘起来这样子的 所以后来考古队的人 花了三年时间 从1949一直挖到1952年 把整个地下给挖通 挖通以后的话 意外的看到 在最下面那个地方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一座坟墓 其实你现在看到了这一个 看起来真的像外星人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是一个人 正在操作一个非常非常复杂仪器 你看跟我们看那个ET那个电影 外星什么 外星探险电影不是很像吗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不是外星人 什么是外星人 但是事实上 这个玩意儿被发现的时候 它原本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国王 这位国王的名字叫Baga Baga国王 他的木上面的盖子 这个是平的放下来 盖在国王的木上面的 那原本木里面塞满了石头 塞满了泥土 所以我刚刚讲 考古队花三年才把这两个挖通 那把盖子拿起来以后 最神奇的是 原本国王还躺在里面 这个当年的照片可以看到 脸上带了一个浴面具 然后身上的骨骸都还在 那这个是光木的盖子 那根据这个经济塔的明文显示 这位国王他是戏愿第七世纪的时候 统治巴伦奎这个力量的国王 而且他是很强大的国王 那至于说画面里面 看到所谓的外星人画面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图应该要把它转过来 正着看才对 因为你把它横过来看 就像是外星人一样 你把它正着把它立起来以后 看到说国王司令是往下掉的 那下面那个部分 他做背后那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 一只地下巨蛇的嘴巴张开来 准备要把国王给吃下去 但是我刚刚讲了 其实刚刚主席也提到了 这个马尔人的概念 这个人死的都下地狱 这个包含了国王在内 只有坏人才上天堂 跟我们刚好颠倒 所以他是被巨蛇给吞噬 而至于说国王伸手 好像抓住一根 像操纵杆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那是生命之术 生命术 古马尔人相信这个世界 是由生命术所造成的 所以他是顺着生命术的树干 到树根一直持续往下走 被这个巨蛇 张开嘴巴给吃下去 他准备进入地下世界 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 但是有人就说 好啦好啦 如果这个不是外星工作站的话 那么水晶骷髅头又是怎么回事 一讲到水晶骷髅 其实最有名的一定就是他 对不对 大家都看过这部老电影 在Indiana Jones系列 我以前超爱的 我的偶像也是他 对 然后这个水晶骷髅 它那个在剧中的情节是说 这个就是外星人留下的能量武器 当时整个电影的情节是这样 很多人就说 好啦 电影就是乱演了 反正就是想象力很丰富 但是有人说水晶骷髅 其实是有机可考的 怎么回事呢 1927年的时候 有一位探险家 在中美洲的这个地方 一个古城叫做鲁班埃顿古城 发现了玛雅的水晶骷髅头 而且认为说这个水晶骷髅头 几几乎跟现代我们所理解的水晶骷髅头 是一致的就是说玛雅人实在太厉害 对人体也有这么透彻的了解 甚至连大英博物馆都曾经收藏过 而且如果集齐了13颗水晶骷髅头 就可以打开兴契之门 男老师可信吗 对 其实我们看到的水晶骷髅 我们对玛雅 玛雅本身就是一个传说 事实上水晶骷髅也是玛雅的传说当中 所讲 它说地底下 我们刚刚讲到地底对玛雅文化 非常重要 它说地底下有一个时间 已经长达3000年的水晶骷髅王国 在著名的玛雅历当中 有5000年的一个历史 你可以看到玛雅历20... 据说玛雅历2012年的时候 你只要收集这骷髅水晶王国的骷髅头 13颗把它聚集在一起 就如同主持人刚刚提到 就可以打开通往星际的大门 可是2012年过去了 我们也没看到星际大门到底在哪里 甚至也有人传说说 只要什么 我们讲说看着这个水晶骷髅头 因为它其实包括下额都是可以开合的 眼窝也非常明显 就如同刚刚提到的 完全按照人体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方式来打造 据说这也是以前玛雅人 在动手术的时候 你只要看着他的眼 基本上就会被催眠 这其实是不用打玛雅 最要催眠动手术的一个方式 可是我们看到种种的传说 包括电影 电玩 游戏 都把水晶骷髅拿来当作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跟题材 可是到最后发现 原来是骗局一场 因为包括曾经陈列在大英博物馆 还有很多欧洲的博物馆 大家煞有其次把它呈现出来 事实上这都是19世纪 你看到欧洲商人 因为我们对于玛雅 对于印加这种古文明 非常的好奇 可是他没有留下文字 所以往往就给了很多人 能够揣测或是假造的 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 基本上都会把它当作 一个故事来看 增加它的一个趣味性 就居然连博物馆都上当了 对 没错 好 不过当玛雅古文明 遇到现代科技 又会有哪些全新的发现呢 马上回来继续聊 前面节目我们已经提到了 玛雅古文明一直都蒙着神秘的面纱 事实上现在透过网路 你已经可以轻松地掌握到 它的文字文物包括了遗迹在内 为什么呢 主要是科技龙头Google 已经跟瓜地马拉政府 还有包括了大英博物馆 来进行合作 用现代的科技将玛雅古文明 数位化我们先看报道 现代科技和古老文化的结合 创造出无限可能和全新体验 科技龙头Google和大英博物馆合作 用现代科技记录并保存 玛雅古文明 让世界各国的人 都能透过网路建国至今 以往被树枝高阁的上千个玛雅古文物 如今都被数位化 被放在网路的虚拟档案库里 向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 和大众开放 网路无国界要欣赏神秘的玛雅文物 再也不需要千里迢迢 毛飞到中美洲或是英国 但如果亲自前来造访 大英博物馆 体验玛雅文化的方式也很多 除了可以戴上VR涂戴显示器去探索 博管里面还可以看到 不少3D的迷你模型 就是这里是 Stellar E 这就是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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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商店里 所以我们判了三张图 一张图 这张图 我们在这张图 我们在这张图 现在我们可以创造它 这就是最好的图 这张图 在现实生活 这张图 我真的喜欢这张图 除此之外 不管也不再受限于地理位置 可以瞬间触及全球数百万人 让现代人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步调 追随着前人的脚步 继续探索古文明 我们前面为大家介绍的 其实是位于墨西哥境内的玛雅遗址 但是我们都知道玛雅文明 其实散布在整个中美洲地区 尤其瓜地马拉境内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提卡尔遗址 被考古学家称之为玛雅纽约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透过现代科技才发觉说 居然当地已经有架高的公路 这也太厉害了 人口多达一千多万 提卡尔遗址其实早在1979年 就是世界遗产了对不对 马老师到这几年 有透过新科技 又有哪些重大的新发现 其实提卡尔这个地方 之所以叫做玛雅的纽约 各位路同看到 它曾经是玛雅帝国 非常重要的城市以及首都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个遗址看到 最主要六座金字塔 当然也是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 参观必访的一个景点 可是就路同刚刚提到 借由现代的科技 我们对于提卡尔有更多的认识 很多人以为只有在这个城市 事实上在丛林当中 透过现代光达雷达的一个设计 这个探索 它是从空中 直接用红外线的方式 把丛林当中的这些原本的遗迹 它其实可以透过光差的一个方式 把它透过3D立体图的一个描绘 才发现原来这个城市不简单 比它现在我们发现的 看到的其实还要更广大 而且在这个当中 你可以看到大概预估 以前有6万座的建筑就在这个丛林当中 当然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这个地方连结跟连结主要还是靠公路 这公路除了平 因为不知道中南美洲热带雨淋气候 常常下雨 所以他们也考量到运输的需求 万一下雨这个路是无法通行的 所以他把路架高 真的叫做所谓的高速公路 旁边有高大的树木 而且这个路也架高 高速公路 来减少我们讲说这个水 对于这个交通贸易的影响 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呢 因为中间会有所谓的贸易 跟交通的这样的需求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这个提卡尔 来看到的一个非常特殊 而且新的一个发现 更重要的也在这边发现了 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天然景 这天然景以前透过生物栈 可是怎么样让这个水是洁净的 这个地方有一种石头叫废石 这石头他们会把它放在水库当中 来过滤因为水当中有毒的 包括铅等等这种所谓的 有毒的矿物质 它都会被废石所吸收 产生我们讲说过滤之后 非常减激的水 这其实也是以前提卡尔 这个地方你也发现 早在几千年 这个一千多年前 已经就有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过滤水的一个方式 也维系了马亚帝国 非常重要水源的来源 其实提卡尔本身是个宗教中心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区域是神庙区 神庙区基本上住的是国王 住的是祭司 住的是贵族 至于说一般人住哪里 是住在神庙区的外面的地方 所以其实提卡尔本中间点的 外面周边的地区 是大大小小的村庄 然后一个一个环绕着 这一个中间的这一个宗教区域里面 因为他们在盖的时候 他们把神殿跟他们的金日塔 还有广场 还有一些小型的一些祭台 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会在现场看的时候 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场景 我们就提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在很多年前有个电影 叫做阿波卡列陶 我想很多人看过 阿波卡列陶的时候 在拍摄的时候 你看玛雅的遗迹这么多 但是他们在拍一个 以玛雅为背景的电影的时候 他们取材的一个地点就是提卡尔 为什么 因为提卡这个地方的建筑本身 你真的现在想看壮观 因为它的建筑塔是受高取向的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其他地方是比较平 比较平缓一点的 跟这个的建筑形式是不同的 而且它整体的宗教的规模 以中间的中轴线的路线 然后你看到旁边的这个 中轴的建筑一个一个 就在这个中轴线的周边展开来 这样子的 所以在现场的话 大概你去找所有的玛雅遗址来看的话 提卡大概是最有看头的一个地点 还有哪些古文明有一些不可思议的 所谓当时的高科技 您可以想象 居然2000多年前就有所谓的电脑吗 上回来就告诉影详情 请别走开 在雅典博物馆可以看到 展示了这个不规则的铜器 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它可是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宝贝 后来科学家把它拼凑了近几年来 发现说原来这是2000多年前的电脑 而且甚至可以精确的算出奥运日期吗 我们请邱老师来告诉我们 不只是奥运日期 我先解释一下这什么东西 其实它是1900年的时候 在海底乘船打捞上来的 当年是捞海民的工人 渔夫在海下发现 发现以后这些东西的话 在海底乘船挖下这些遗物 全部移进了雅典国立博物馆 所以你现在看这东西的话 是在雅典国立博物馆里面的 而且重点是这个东西 当你被捣捣掉的时候 其实不长这个样子 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装在一个小木头箱子里面 因为沉船在海底 2000多年的时间 所以外面长满了珊瑚礁 长满了一些贝壳什么的 就把它包住了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完整的一个 看起来像木头的 可是外面很多珊瑚的 一个不知道什么的东西 就在博物馆里面 后来在1902年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神的话 神真的出现 为什么呢 在1902年的时候 在博物馆放了两年之后 这一个木头盒子 一声爆开来 爆了 你现在看到这个 就是爆开了以后的结果 就一爆开了以后的话 全部人吓一大跳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一个木头箱子里面 装的东西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种 你一看到就知道 它是齿轮装置 而且是很复杂的齿轮装置 所以后来也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玩意儿 后来在雅典国立博物馆 被命名叫做 安提基特拉机械 好了 研究 就从1902年开始展开 后来到了1951年那一年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家 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说 你们以前都搞错了 这个玩意儿是天文中 而不是航海的仪器 后来大家开始 朝天文中开始的思考 路径去想之后 一直到了21世纪 二世纪尾21世纪初的时候 才搞清楚这玩意儿干什么用的 后来经过这个扫描复原之后 现在看起来样子长这个样子 我告诉各位 各位观众 我念这行念了几十年 你跟我讲说什么外星人 什么外星什么东西 我是不信的 但是你要跟我讲 安提基特拉机械是外星人做的 我信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在太厉害了 这玩意儿的话 它里面有35个齿轮 而且你在转动的时候 正面的指针 你看左边那个有指针在转动 只是什么 只是七大行星 只是黄道十二宫 只是埃及利的365天的埃及利 然后它的背面是什么 是莫多庸利 沙罗利 跟奥利皮亚年 简单来讲 转动转盘 它带动里面的齿轮 正面跟背面有六种利法 在彼此之间互相换算 天啊 这个很惊人 你想想看 为什么古西大人做这种东西 是因为很简单 西大人是航海民族 他一下子去了埃及 去了中东地区 去做生意之类的 结果我跟你约好说 我们约好十月十号见 结果人十月十号到的时候 大家都没来 为什么没来 很简单 我的十月十号 跟你的十月十号不一样 因为就像是我们讲的 国力跟农力 它有个换算的时间差一样 在那个时代里 那个年代里面 各股的立法都不同 在那个年代就知道时差了 对 就是那种有那种 换算的概念 所以古西大人发明这玩意儿 你就转动那个转盘 一转以后 我跟今天约好十月十号 可是你的立法可是十一月二号 之类的 我们约要来两检 好 这不是外星人帮忙 是什么呢 对 如果说你看看 这不是外星人 是什么是外星人 这根本超外星人 但是我们还是要反驳一下 其实古西大人真的很聪明 为什么 因为当时居然就有 全世界第一道 史上第一道的自动门 而且还有第一个闹钟 这又是怎么回事 而且这个闹钟 跟外星人没关系 居然跟柏拉图有关系 马老师 其实希腊人真的很聪明 他们在生活当中找寻智慧 像刚刚提到的 柏拉图设计的闹钟 它其实用沙漏的原理 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沙 它是经过时间 还有包括一定计算之后 多少时间留下来多少的水 它会从第一个流到第三个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 流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因为空隙的挤压 它会把这个 放在这个洞口的哨音 就会发出恼人的噪音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假如说来提醒人时间到了 所以这是变成闹钟 好 当然跟我们现在闹钟 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动门其实也是希腊一个人 叫做希罗 他其实展现神机 你在拜拜的时候 那个神像的门 就会自动打开 这多神奇的一个概念 其实它也说穿了 也跟现在的原理很简单 因为它圣坛有火 那火其实藉由所谓的热力 会让水膨胀 膨胀之后再把水 弄到另外的水槽当中 利用重力 然后把这个门打开了 所以当这个信徒在拜的时候 有火 火又产生了空气挤压 变成水的重力把门打开 产生让大家瞠目结舌 神机的一个展现 所以这说穿了 其实都有它背后的科学原理 不过说实在的 这样子的设计 我们觉得符合当时的年代 真的是像邱老师讲的 刚刚看到的那个 所谓的电脑 2000多年前那个电脑 那个真的是过度精细 好 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留待下次再讲了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 同时也谢谢您加入体观点 我是张开文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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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